今天要介绍的是苗兔纸固定的方法 苗兔纸因为它半透明的性质 所以我们不要直接用黏的盒的方式 因为胶痕完全没有办法被cover掉 一定会看到 这样就不好看 我个人推荐两个方式 一个是用钓鱼线 再来就是用我们的快干胶 钓鱼线我们看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我们就利用现成的洞口 我有把它打开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 其实我后面是用钓鱼线绑的 它就可以非常固定 所以这个是这样 我们苗兔纸做完这个作品之后 下面垫一个衬底 然后我们就用一针 你可以挑两个洞 直接搓下去 搓到这个黑纸上面 然后就用钓鱼线绑就对了 所以我这边选了三个地方绑起来 那其实钓鱼线很好的方式是很好的原因 是在于因为它完全透明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 不会显现出来 但是它又非常固定 固定的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钓鱼线是我个人很喜欢用的一个方式之一 那么再来就是 你可以用边角打洞器 你打下来以后我们就卡在这个中间 这样就固定了 那还有一个方式呢 是另外我特别介绍 是我们用快杆胶 然后我们希望作品如果能够固定的紧一点的话 像比如说这边我刻意留了一边 这边是空的 我没有固定起来 我们刚刚讲过不要直接粘在纸的上面 因为一定会看到 所以我们把我们怎么粘呢 把这个胶拉出来一点一点 然后粘在它的切线上面 就是线的上面 我们这样拉 把它拉下来 慢慢慢慢拉 拉下来 也不用全部没有关系 拉下来之后 像这个地方比较多 我们就挑一点下来 挑一点起来 有多的地方就挑一点起来 不然粘合的时候它会 有细胶会看到 好之后呢 然后就按下去 轻轻按就好 然后用我们大拇指 顺一下 轻轻的顺就好了 然后也是轻轻的压 轻轻压 这样就固定起来了 这样就固定起来了 压的时候轻轻压 因为我们是 用这个快杆胶来固定 不是用我们的力气在固定 所以轻轻压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做法 也没有胶痕 不像这样子 所以千万不要粘在直张上面 是粘在切线的上面 好这样 希望这个方式 能够对你有帮助 谢谢